這名家長首播開心果 準備讓孩子大快躲移 但像這樣的堅果類食物 如果一不小心 六歲以下孩童就有可能噎到 小朋友吃花生 小堅果或者原型豆類 真的注意 近日高雄長根兒科加護病房 就接到三起嬰幼兒 因為吃花生卡在呼吸道 結果造成呼吸窘迫症 其中一名三歲幼童 由於花生梗塞在氣管 當場無法呼吸 臉色發黑 最後因腦缺氧變成植物人 另外兩起案例 分別是五歲和一歲幼兒 則是花生掉入支氣管 所幸位置是在支氣管 還能呼吸 緊急進行異物夾處手術治療 順利脫離陷阱 很明顯的一顆花生 就是卡在那個氣管 所以因為這顆花生而 差一點致命 因為他到院前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因幼兒因為咀嚼吞咽功能不完全 異物嗆入氣管的機率較高 如果發現家中幼兒 突然出現氣喘症狀 例如呼吸急觸 困難甚至臉色發黑 就要懷疑是否有異物卡住 這時立刻進行 哈姆利克急救法 非常重要 由於花生大小與幼兒氣管大小差不多 容易卡在氣管內 加上花生液碎掉入肺部往往造成呼吸困難 甚至引發肺炎 建議家長要控管這類食物 不要放在孩子隨手可拿的地方 如果要給孩子吃 一定要減睡壓爛再餵食 TBS新聞哀昭顯吳姿怡高雄報導